高雄市长韩国瑜之前曾说 有高雄市政府的前官员成立了打韩中心 27号韩国瑜进一步爆料 有市政府的公务员闯入他的办公室 目前检察官已经正式展开了调查 而且证实这名员工过去曾经是陈局的摄影官 疑似是持有市长式的钥匙多次闯入偷窃 在今年春节期间被巡逻警卫发现事件才终于曝光 韩国瑜受访时突然抛出震撼弹 他亲口证实有人多次闯入他的办公室 而且已经交由检调处理 来监控新的市长韩国瑜 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检察官要能做一个扎实明确清楚的调查 如果换了一个新的市长就被监控的话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入侵韩国瑜办公室的男子 在2008年到2010年担任过时任高雄市长陈局的摄影官 利用植物植变犯案 直到今年春节期间再度犯案 被巡逻警卫发现 并从身上起出一把市长式钥匙 当场人赃据获 韩国瑜要求台当局应该要主动来查 韩市长有证据就欢迎提供嘛 好不好 那我们就全力的来查查看 我们台湾是一个百分之百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 我们绝对不会走回这种 过去国民党这种威权时期这种 所谓的这种政治征访 或者是对政治认为监控的这些事情 请韩市长放心 高雄市长韩国瑜每天都有新话题 近期还有人指控他有绯闻 对此韩国瑜相当气愤 上个礼拜在这里 大家说20年前我喝酒手放哪里 今天大家说我两三年前睡在哪里等等 我觉得这些抹黑应该似可而止 据报道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爆料称 台北检调单位掌握了韩国瑜的绯闻视频 对此韩国瑜重炮批评台当局 吴子佳董事长说检调 检调是侦查不公开的 那为什么半个月前 赖清德前行政院长 跟八位立法院吃饭 整个被曝光了呢 是不是有公权力 真的介入来当打手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